今天10月2下午 杀害李静静律师的凶手张晓琳在纽约州高等法院 被法官获得判处 25年至终身监禁 陪审团在9月20日裁定 张晓琳二级谋杀等6项罪名全部成立 获得法官在今天对张晓琳宣判的量刑 法官宣布对张晓琳二级谋杀罪判处 25年至终身监禁 两项四级非法持有武器罪各判处一年的监禁 三级威胁罪判处90天监禁 妨碍呼吸和血液循环罪判处一年的监禁 二级骚扰罪判处15天监禁 张晓琳罪有应得 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故然令人欣慰 但我的朋友老乡李静静律师 却再也不可能回到我们的身边 2022年3月14日 这是我和众多朋友难以忘记的日子 李静静律师这一天被张晓琳残忍的杀害 一个问题仍然盘旋在我们的头脑中 张晓琳一个年轻的女孩 为何要杀害李静静呢 9月24日 中国民主党主席王军涛博士 在连线视频 中国民主党加拿大委员会党课讲座中 这样说道 关于李静静律师被杀的案件 其背景至今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为什么张晓琳要杀害李静静律师呢 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有很多说法和分析 不过这次庭审至少澄清了两件事 第一 李静静律师和张晓琳之间没有经济纠纷 张晓琳自己也承认 李静静是免费为他代理的 第二 李律师并没有任何风流运势 这也是一些国内网站和海外流传的谣言 庭审澄清了这些内容 现在的问题是李静静律师的死 究竟是一起政治谋杀 还是张晓琳因为精神的问题而实施的谋杀 王军涛博士说 他最初的看法是张晓琳是临时起义杀害了李静静 在3月10日发生争执后 3月11日的晚上 张晓琳还给王军涛打了一个电话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说那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一些情况 我对他产生了同情 我一直对任何一个想在美国和加拿大寻求自由的人表示同情 认为他们在中国受压迫 受不公正的待遇 用脚投票来到更公正更自由的社会 是件好事 我愿意帮助他们 当时张晓琳给王军涛博士的印象是他来到美国后有人帮他写了材料 但是这些材料造假了 这种情况很多 有一些律师和中介也会做这种事 但最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 就是张晓琳在移民局问话没有通过后 他就去找了李静静 他觉得那个帮他写材料的人不太专业 李静静听了他这个假故事后也很感动 当时的李静静我记得是1月16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当然张晓琳一方面说这个材料肯定是真的 同时也在欺骗李律师 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痛恨那些帮他搞假材料的人 所以他就向李静静控诉了这些人 李律师非常生气 给我打电话 让我管一管这个事 我就告诉李静静 这东西确实是假的 李静静非常的惊讶 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张晓琳问话失败后 曾经在网上发表过声明 说这些材料是有人帮他编的 但是后来网络上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给张晓琳删掉了 但是李静静居然相信张晓琳 不相信我的话 说要看证据 我当时就不再管这个事了 到3月11日张晓琳给我打电话时 我想起了这件事 他问我一个问题 说王老师你带着这些年轻人搞活动 将来他们回到中国受迫害 你不内疚吗 我跟他说 小林你喜欢美国吗 他说喜欢 我说你知不知道美国的这些东西 不是平白无故得来的 是当年的国父们留学牺牲换来的 他说他知道 我说中国民主化也要有人付出代价 他说他知道 我告诉他 今天我做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跟共产党不一样 共产党是逼着骗着人们 为他们付出代价 割韭菜还让你去买镰刀 我告诉他 如果跟我一起闹革命 可能会回去受迫害 你愿不愿意 那天是礼拜五 我告诉他 礼拜六有抗议活动 你愿意来就来吧 我会解答你的问题 如果你不来 我也不会勉强你 后来第二天 他又打电话给我 告诉他 做了一个选择 愿意加入民主运动 结果在那天12号 他也来了 他喊了打倒共产党 也喊了中国要民主 中间有一个举动 他把口罩给摘了 本来戴着口罩 是不想让别人看到他摘下口罩 表明他在内心斗争后 还是决定参加民主运动 那天活动结束后 他想和我再谈 因为时代广场的温度 摄是零下七度 体感零下十七度 他要杀人 已经热血沸腾 要杀人 但是我当晚没吃饭 浑身很冷 而且第二天早上五点 要开车去华盛顿 我要坐车回家 都要到十二点了 所以我跟他说 我们换个时间吧 他跟我说了两件事 第一件说 李静静律师 不再代理他的案件了 我说这个没什么 李静静律师啊 他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跟他道个气 就没事了 后来李律师确实原谅了他 还让他进了办公室 十三日 星期天的时候 他还给我发了个胆心 他把他的一个照片发给我 他问我 说这张照片怎么样 他去联合国抗议 我就把他前一天晚上 在我这边抗议照片也发给了他 我说我觉得这一张更好 结果到了星期一的时候 他就把李律师给杀害了 二 符合政治谋杀特征 这件事我开始认为张晓林只出于激情而杀人 因为我一直在与他沟通 我觉得张晓林有一种焦虑 所以我觉得他杀人可能是勿杀 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像政治谋杀 共产党当年在蒋介石身边安插了很多特务 其中有个叫老三杰新三杰 在六杰当中毛泽东说熊向辉是最出色的 这个人是国军上将熊世辉的弟弟 他把国民党的一举一动都告诉了共产党 所以毛泽东才能在延安那个地方镇定自落 因为他知道所有的情报 他曾经在一个山梁下 藏在一个土坡的下面 国军从他头上走过去都没有发现他 所以呢 其实这就是共产党搞暗杀一贯的方式 为了掩盖会找一个有公信力的人 然后带风向 所以以前有人跟我说 张晓玲跟我讲这些话 跟我互动 就是想让我出来给他澄清 他是一时情急杀了 当时听到这种说法 我还将信将疑 现在两年半过去了 李静静案发是2022年3月14日 到2024年9月16日 他有罪的时候 也就是陪审谈 判他有罪 其实已经过去了两年半 这两年半之间 他被关在重刑监狱里 那个监狱 即使是美国心里很强的刑事犯 重犯 在那里关一段时间都会崩溃 但张晓玲心里素质非常好 他知道最后的时候 他的说辞都一点不敢 分寸拉列的非常好 如果他真是精神病的话 有人认为精神病就不负责任 但你要知道 如果真是精神病杀人 会在美国一关25年 当年暗杀李根的人 关了40年才被释放 而且李根家里要原谅他之后 才被释放 那么如果是精神病 关押时间可能会超过谋杀罪很多 所以呢 他既不能说自己是精神病 同时他又不想承认谋杀 就让医生看起来是间歇性 精神错乱行为 这样就可以不负法律的责任 这就叫做过失杀人 结果呢 他能做到的是控辩双方 就是检方的医生和辩方的医生 都做出了同样的一个结论 而且两年来他拿捏的都很好 但警察也说了 如果是间歇性 精神错乱 在说话时 应该出现语无伦次 但是为什么一到关键的时候 他就非常的清晰 在很多事情上 处理的非常得体 只有在杀人时 才显示出精神问题 如果一个人平时很正常 但一到干活的时候 就突然自己发烧了 反正在监狱的时候 我知道只要你喝口热水 量体温时 体温就上来了 所以陪审团就一致判他 各项罪名都成立 假如张晓林是共产党的杀手 有人质疑 李静静从民运开始 就是我的助手 这是指王君涛博士 为什么张晓林不杀我 也要杀李静静 纽约还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 他当时搞公民运动 他跟我说 晚上自己吓得睡不着觉 说李静静律师都被杀了 我说李律师被杀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他说怎么杀李静静 不杀我呢 是不是现在共产党 开始从不重要的人 开始杀起了 何况我比李静静律师 还不重要 不少民运人士都报告 有人要谋杀他们 我从来不说 有人要谋杀我 我也不在乎谁来杀我 但是一些反共报纸 在第一时间就给出答案 因为李静静是打红通 也就是红色通缉令 案子最多的人 在美国打得最成功 当然我们知道 共产党猎狐行动 抓人是很厉害的 但是我觉得这只是打红通案子 并不足以证明他就会被杀 因为他打的案子 主要案件我都参入了 那么我觉得其实还有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李静静律师在3月14日被杀之后 3月16日就被发现 美国司法部立即起诉了三个案子中的五个人 指控他们是跨境迫害 其中两个案子中的四个人 都是跟李静静律师这种揭露和合作有关系 当然我还知道李静静律师确实帮助美国政府调查了大量共产党的间谍案 后来中国政府也介入 最近美国纽约陆续起诉了一批人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李静静律师帮助的 总之如果共产党杀他不杀我 大概就因为他在这块做的比较多 而我不做这个 因为我是中国公民 做这一行的人 从中国到美国 全世界都有个规矩 如果你不是那个国家的公民的话 他们对你的信任就会有一个限度 那是一条红线 但不会让你知道 而且李静静律师 他是警察世家 他自己也做过警察中的内勤警察 他可以利用做警察的经验 后来这种问题 我也碰见过 高文谦先生 以前是中国中央党史研究所周恩来组的组长 后来他写了本书叫晚年周恩来 出这本书的时候 共产党就威胁他 如果要出这本书 就必须搬家换电话 改名 否则就等着被杀 高文谦还提到一个女的在纽约 自称跟某中央领导游览 中共让他闭嘴 他不闭嘴 结果他在泰国出车祸 死了 现在美国和泰国的记录也是车祸 意思就是要杀他 然后高文谦就问 共产党这样威胁过我吗 我说从来没有过 他说那为什么对他比对我还狠 我说很简单 对他执行的是家法和邦规 那些出身公检法师的人 如果你去介入这件事 那中共就会执行的是邦规和家法 因为你用中共那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 来帮助美国政府和加拿大政府 或者是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法治社会的政府 再切断中共跨境迫害这只手 因为没有证据 所以现在也没有办法说 张晓菱就是共产党派来的杀手 因为想证明这个寻找证据是很困难的 但是按照二级谋杀罪判刑 那不管怎么样 张晓菱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 谋杀案的启示 这里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我们海外 大家心里要有一个数 如果你真的危险 不一定你回到大陆才有危险 你在这里已经有了危险 如果回到大陆 像我这种人 到大陆肯定反而安全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共在中国如果真把我给认死的话 那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杀了我 反倒在美国他们搞暗杀 我会使得不明不白 张晓菱没有栽赃李静静 因为还有很多DNA和很多检查 他也没办法栽赃 比如他还做了一些暗示 他说当时有人出面说他压在李静静身上 但是因为他当时为了装这个精神病 他也不能说太清楚是怎么回事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 我还是要说说 因为我没有证据不说话 特别是在涉及到罪人定罪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记住 在法治社会中间就是临重勿望 是说一个人 你不能充分证明他有罪 你就只能无罪推定 推定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作为中国民主运动来说 我们将来在中国做法治 建立法治社会 我们也不能够就说像共产党那样 宁可错杀三千 决不放走一个 法治社会是宁可错放三千 也决不冤枉一个 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在法庭最后有一个自我陈述呢 或者叫最后陈述 就是为了给这些当事人被起诉的人尽量避免冤判和错判 当然即使这样还有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还只能假定他是情急杀人 也就是激情杀人 以上是王军涛先生对李静静律师被杀的看法 应该说王军涛是李静静最熟悉的人 自一他的看法很重要 当然在张晓琳被抓捕后 第一时间去见他 调查李静静律师死因的人 是高光俊律师 不知道他现在还能不能披露当时见到张晓琳的细节 因为当时他见到张晓琳以后 本来说晚上有一个会 他会介绍具体的情况 但是接到了纽约司法部门的电话 告诉他不能披露 但现在张晓琳的案子已经水落石出 不知道高律师能否说说这个事情 关于李静静律师的死因 我们将会关注最新的信息 并及时报告给观众朋友们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 感谢您的观众朋友